吉安乡第四座快乐农场11号的上午 是在北昌正式的启用 这是地主李德泉热心提供修根的农地 而经过乡公所团队整顿规划 完成的农园僻建 初期开放100个区块 让乡亲来认养 乡长游淑珍希望 在有机无毒药的种植推广下 也为下一代实践 生态永续的环保和食农教育 为在吉安乡建国路一段的 北昌快乐农园1月11号正式启用 由多索幼儿园的小朋友们 以轻快唱跳节奏为仪式带来祝福 乡长游淑珍也期盼 北昌快乐农园能够成为退休人士 农耕种菜的好原地 更透过友善环境关联 来实践环保与食农教育 北昌有非常多的退休的 这个市性移居的人口数 所以我们请 唯一在北昌的快乐农园是65岁以上 免费可以种植 如果你的这一年里面都有在种植 也没有让它长草 我们未来就让你续任 但是不管你有没有付费做清洁费的这样的养成 只要是长草了以后 我们就会取消你的正养资格 再找人来作为一个休闲 也就是我们的土地要一直在活化 一直在使用 只要你愿意来种 只要你愿意来快乐农场 我们都愿意提供猪狼 启用典礼中 乡长游熟真也颁证感谢状 感谢地主旅德权的成全 让吉安乡能够完成一串美事 也为乡亲带来福祉 另外乡公所也借机表扬了 吉安乡图书馆去年的借书王 制证奖状还有图书礼金 北昌快乐农园占地大约4000平方公尺 规划了茅草污点凉亭 装置艺术绿美化区 还有一百个农园种植区 让民众免费来任养种菜 为什么会想来 因为离家近啊 可以来散步啊 种菜很开心吗 会很开心 你怎么会想来种菜 我们在住旁边而已啊 住旁边哦 你平常就会种菜吗 有有有 是哦 这样种的感觉怎么样 这很好 很好 又很近 开心吗 开心哦 这位姐姐 你怎么会想来种菜 因为种菜开心啊 可以种自己无毒的蔬菜啊 开心哦 对 那你之前有种过吗 有啊 我家以前做农的啊 哦 所以今天特别来任养这一区吗 是啊 啊有一个地方可以跟你种菜 感觉怎么样 感觉太棒了 厢长你有种过菜吗 我有种过菜 几岁的时候 几岁的时候 快乐农场的时候 哈哈哈哈 是 今天这样的 看到这么多人来参与 感觉怎么样 非常开心哦 我相信哦 这个车水马龙的建国路 以后在旁边的这个快乐农场 就可以看到很多的乡亲 在这里哦 这个种植分享的 尤其是看到我们的这个退休人员 他们有一个地方可以热火 可以种菜 相对的哦 也可以带来很多 生活上不一样的氛围 我今天是农夫初体验 我也不知道这个是什么菜 让它长出来 但是我觉得嗯 我们吉安乡长今天在开辟这个快乐 快乐的农园哦 我觉得非常重大的意义 第一个可以让附近的环境区域 能够更美化更干净 那第二个也可以透过这个农场来 拟击乡民出民的一个拟击力哦 那第三个最重要的是说 让老年人甚至退休人员 可以透过这个手作 来去了解什么是食农 是自己种的是最健康 乡公所也发挥创意 用320条旧轮胎 创作了卡通人物 还有毛毛虫花台 乡公所更准备了4000株菜苗 免费发送给民众在现场种植 乡长游淑珍和现场的贵宾一起下台 更邀请幼儿园小朋友们 一起来体验农夫生活 亲手种下菜苗 气氛热闹充满欢笑 也增添了寓教于乐的意义 戒旅会接安相报道